作者 尔雅 由智地有生制作 第四百三十九集 困境 下 无沙伸手又轻轻按了一下那只蝴蝶的一根须子 就见那少年手中的书竟然翻了起来 等书翻完了 无沙又轻轻一按那蝴蝶的脑袋 就见蝴蝶收了翅膀缓缓地缩了回去 鸡蛋也原样收拢 最后变成了刚才那个其貌不扬的蛋 好吃钱的感觉 萧良在一旁点头 赵普小心翼翼地将蛋放回了井盒里赶紧盖好 还让贺一航再找十个八个井盒来套上 省得摔坏了没地方修 沈桑 这是什么呀 啊 这不是什么直线玩意儿 无沙一句话 众人忍不住翻白眼 大概一百年前吧 有个专做这种带机关小玩意儿的技师 人称神手朱赖 他最喜欢做这种玩意儿了 比是复杂的机关多了去了 这颗蛋我以前见过 金华府一代的巨妇白月灵 给自家玩意儿做的玩具 算算年代 白月灵应该是白玉堂的曾祖父 也就是他爹白夏的爷爷 哎呀 看起来白玉堂不是这一辈有钱啊 代代都有钱 白夏无心组生意而已 白月灵那个时候啊 比朝令还要有钱 人称天下第一夫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是久友 他比我们大一点 性格和白玉堂呢有点像 和白夏小子啊可不像 玉堂大爹啊 可斗圈儿 小时候啊 皮死了 这么说的话 这算是白家的传家宝 赵普将锦盒装进贺一行 拿来的另一个锦盒里 让哲盈小心收好 嗯 没准 不过啊 白夏深沉的时候 如果能收到这样一件贺礼 他肯定是开心的 众人都点头 赵真这倒是花了心思的 不过吗 这跟你们说服白玉堂 去干不想干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吗 林烨火尽量将 跑偏的讨论拽回来 众人也都拖着下巴想心思 似乎 的确不相干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吗 比如说把轩元杰活捉什么的 众人都摇头 活捉他的代价 比杀了他大太多了 他那么好的功夫 上哪儿去管他 让天尊和英侯 费了他武功 众人倒是觉得可行 吴沙却摇头 别忘了轩元杰学的是邪魔内功 除非他死 否则内力不会被废掉的 要不然 让我治好他 公孙笑眯眯凑过来 赵普无语地看着公孙 公孙显然对轩元杰的怪病 很感兴趣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照我说 你们想什么招骗白玉堂 都没用 白老五精灵着呢 眼里容不得沙子 还不如让他动手 跟轩元杰大战一场 杀了他 白玉堂的功夫 根本打不过轩元杰 那就再加上展昭 那万一他俩受伤了呢 反正你们让白玉堂下毒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死也不肯的 就算轩元破 用展昭威胁他 他这么做了 也是违心之举 说不定就走了 从此江湖不见 你们可别搞到 他和展昭都要被拆散啊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包大人第一个摇头 哎呀 那使不得 于是乎 军营里一众人为了赵真那封信 搞得焦头烂额 赵普头皮都快挠破了 也没想出怎么开口 让白玉堂暗杀 把轩元结 而另一头 北海皇城里 展昭将白玉堂的毛给撸顺了 笑着戳戳的 那个薛元洛看着也挺二百五的 你别理他 白玉堂不说话 原本来北海还有个救人的名头 可现在变位了 在北海的这几天 白玉堂一点不快乐 甚至觉得 有些负罪感 首先说薛元结 没错 薛元结的确是个不可救药的疯子 白天暴君晚上丰富 杀了数以万计的人死有余辜 但他俩对天下人恶毒 对他却只有爱 白玉堂有时候觉得 这是一对念子成风的父母 做尽了坏事 想阻止他们 唯一的法子 就是杀了他们 杀了薛元结 可以救北海百姓 不杀这不仁 可薛元结 白玲儿拿他当儿子 没做半件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动手杀了他们 就是不义 于是杀与不杀 结果都会是不仁不义 就算道理上讲得过去 但白玉堂过不去 自己这关 殷侯和天尊看在眼里 也知道他为难 殷侯就对天尊识眼色 咱俩都说 帮他杀了薛元结 无论是谁杀了薛元结 玉堂都会不好受 其实没去 这趟就不该来 众人都沉默了 殷侯端着个杯子 自言自语 说起来 北海这帮人 怎么这么是非呢 若说薛元结 儿子死了 就会把其他几个儿子 叫回来 那薛元破派人暗杀了 这几个皇子不就得了 干嘛还无事生非 搞那么多花样 利用朋友 吃力不讨好啊 展昭愣了愣 看殷侯 殷侯对他一挑眉 显然是在给他提醒 薛元破是要将薛元结 杀害皇子的罪行 公之于众 让他成为众矢之帝 但是 一定会有人去追寻 薛元结杀人的理由 于是玉堂就是首当其冲 薛元破的确是很聪明 将前后左右所有路都堵上了 只留了一条路给你走 这些不足以让我听他的 那 他手里应该还有个 最大的筹码没出 如果我怎么都不肯帮他 估计他就只好走那一步了 什么筹码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天尊看了殷侯一眼 殷侯微微皱眉 白玉堂的确不傻 从薛元破利用他的时候开始 他应该已经想到了之后 陆续有来的算计 薛元破一步实际 没有稳妥的法子 是不会要挟白玉堂的 这一点白玉堂清楚 于是最后的筹码 必然关系到展昭 殷侯看了看 还在斗白玉堂的展昭 也有些无奈 他这个外孙并不知道 白玉堂真正在担心的是什么 白玉堂不开心 也绝不仅是薛元落 那个小喽啰 当着他的面翘 墙角那么简单 白玉堂的怒意 是对着薛元破去的 他要警告的也是薛元破 天尊对殷侯使眼色 殷侯也摇头 薛元破估计是知道了 那已经过去百年的秘密 万一事情被揭露 展昭之后的命运一定会被改写 反正无论如何 他是不可能再留在开封府了 白玉堂尽量给卖力替自己顺毛的展昭笑容 心中则是犹豫 他以前听天尊稍稍提起过一些关于殷侯的事 虽然已经时过境迁 但忌讳就是忌讳 有些秘密触碰不得 但展昭应该并不知道这一切 如果事情败露 他便无法再做个无忧无虑 只想着破案管闲事的吃货了 展昭的命运势必改变 他可能会被迫离开开封府 从此卷入各种利益争夺以及仇杀之中 这是他绝对不容许发生的事情 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 天尊和殷侯钻屏风后边去了 展昭起身开门 就见邹义在门口 殿下 皇宫终享时下 皇上召集进宫了 白玉堂想起来就烦 又要去面对宣元杰和宣元破 那一家子变态了 不过有些事情总要面对 逃避也不是办法 白玉堂潇洒惯了 如今形同被束缚 左右制肘 总觉得别扭 他拿着刀出门 展昭要跟 殷大人不如留下吧 为什么 宣元洛性格执着 万一朝堂之上与殿下争执起来 殿下维护之心太过的话 会引起皇上不满 白玉堂愣了愣 看邹义 其实早前皇上已经跟我打听过 问殿下是否十分喜欢殷大人 白玉堂皱眉 对展昭点点头 展昭只好留在房间里等着 白玉堂出了门 邹义要跟 白玉堂摆了摆手 我自己去就行了 是 展昭回到房里 关了房门 坐在桌边发呆 天尊走了出来 端着杯子喝茶 天尊 玉堂怎么了 嗯 他今天好像心事重重那样子 有什么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吗 刚才说轩辕破的事情 好像也是说到了一半 欲言又止 天尊笑了 当局者迷 展昭怎么也想不到 事情的症结其实是在他身上 于是天尊伸手摸了摸他脑袋 没什么大事 他就是那样 是吗 他平时脾气也没那么坏 去 你以为他得谁都对跟你似的笑秘秘啊 玉堂脾气可坏了 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叫他羞虏 说他喜怒无常翻脸无情了 展昭看着天尊边说边骚头 仰着脸很不自在的样子 心说这不会说谎的也太明显了 展昭给自己倒了杯茶 抬头看了看 却不见阴侯 外公呢 说是去散步了 散步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